虽然重庆宝宝可以辨识颜色 但让妈妈喜忧参半的是 宝宝身高体重依然不达标 而这件事也一直是重庆妈妈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该如何改善 一直忙于工作的重庆妈妈 很少带着宝宝出门 今天趁着休息 妈妈彭晓芹相约了和她有差不多大宝宝的妈妈 一起交流带宝宝的经验 你看你 我给你头发好舒服 好轻松 有了 你头发来睡 她身上头发还要多 她身上头发都升高 妈妈大学你不是我两个爸妈 她姐姐头发带好点 姐姐不要头发带好点 现在还这么烧心 现在娃娃也不烧心 气太多了 体了那么大 我们哪个我们提哪个台份 还要来 那些我已经看得到几个 我说哪个台份 那个爸爸伸得点点 我都是说 她爸爸说不及足为年元 说我说及足为年元 说她去不去孩子 她爸爸说太小了 她说出门出多大宝宝一边 学她说看到起那个的 哥哥 你可就没有我厉害了 哥哥 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 这是刘运辰除了家人以外的第一个朋友 两个六个多月的小朋友初次见面 一切都那么新奇 对这个才大自己一点点的小哥哥 也是热情似火 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哥哥现在都喂些什么样的食物 现在喂的那些 都是一个包骨酱那些 喂的那些五骨炸粮 黑米包的西饭 还有那个小米那些 啥子火气包去给她吃 她吃饭 可可也跟她一起喂 不是啊 包西饭 小米还有那个 那个米片那些 什么火的里头去包 五个炸粮 重庆妈妈很认真地在听 在记 因为之前医生认为 宝宝的体重和身高 头围都不达标 除了近日来 一直与宝宝如影随形的皮尺以外 重庆妈妈可真是想尽一切办法 一有时间就到处询问 喂养经验 希望宝宝能够快一点达到标准体重 但这一切都是急不来的事 还是需要慢慢来 走吧 要来 我们也回去吧 我回去吃早餐了 回去吃点早餐 小的椅子对着要进去呗 要来 好